大家好 接下來的部分呢 就是第二段 這一邊呢 會直接帶大家 介紹一下說我們目前 製作了一個 新的入口網頁 那在過去啊 我們並只有像這樣子一個 舊的一個圖台 反而我們其實有很多資料想要 分享給各位的時候就發現 其實沒有地方可以放 所以我們今年呢 新增了一些功能跟做了一些調整 在首頁的部分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一些資料 那進他的資料跟參考資料 我們都放在這一邊 那除了在首頁 就是我們原本的網址 gis.swcb.gov.tw 就可以進來這個新版的首頁以外 點選圖台 我們下了一個後綴 這是一個napple 那在點選之後就可以進去 我們這一邊有放了一些相關的一些消息 主題的應用 還有一些儀表版 那在導覽系統介紹 這裡其實都有相對應的一些內容 那再更重要的是我們其實有做了一些 針對 領域上的一些特定主題 在可能像災害的一些事件 地貌的變遷 我們業務會用到的一些主題 其實都會有 如果我們來看一下水土保持 水土保持的主題來說 其實會在於像我們比較有經驗性的 水土保持示範區台灣的第一個 或者是在一些花瓶上的應用等等 以及我們在這一次啊 你可以從案例教學裡面看到的是 我們在今年新推出的這個功能 就是故事主題地圖的部分 也是在案例教學裡面 在 那其實他是在主題展示的案例教學 這一邊 可能還有些不一樣 這裡點選進去之後 其實就會帶出我們 剛剛所介紹的一個範例 那在這個範例 首先當然我們進來的時候會有一些界面上的提示 點選之後 這個的話就是 他有時候讀取的時候就會卡住 那正常來說他會去讀取相關的一些資料 待會再來示範 或者是說他的連結好像還沒有設定成公開 但是剛剛有示範了一下 但是他好像有點跳掉了 好 沒關係我們接下來去提 剛剛部分的一個東西 在加值應用的部分 他其實有很其他的 像是一些 便利跟指標分析的 參考跟教學 還有我們 原本已經有錄製的一些影片 這個都可以讓大家做一個 參考跟 操作 那麼點選進入圖台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的 就是 我們為什麼特別會再講一遍介面跟操作的部分 主要是讓剛接觸 或是新接觸這個系統的夥伴們 那其實 對GIS系統或者是網頁版的GIS系統 還沒有那麼熟悉的時候 能夠再快速的去帶一下 我們的系統上面操作的一些介面 那這裡會有一些Google聯動模式 左下角 就是我們的滑鼠如果移到哪邊的時候 然後這邊會有他的相關比例池 他的一個位置 還有他的一個高層 這個是我們用API去接接的 那在左邊這邊會有相關的一些帳號的登入 那視角的歸零 定位 會有很多像是地址模糊定位 或者是坐標系統定位的操作 那以及在輔助工具的使用上 還有一些分析工具都會放在這裡 那在視窗的顯示跟操作上就是這一個 以及我們比較吃效能 但是如果你電腦跟網路跑得動的話 可以嘗試的一個2D跟3D的模式 那在我們最核心的四個 大功能裡面 我們已經累積的基礎圖層 那已經建置的模式分析 還有我們現在一些 尾辦的一些資料 還有調查的資料的簡單匯整 那以及說我們最最重要的就是在 圖資搜尋的這個核心功能上面 那這四個主要功能 那已經這一邊是透明度的快速調整 左右視窗的切換 因為這個工作區他其實一開始設定了左右兩個 視窗可以讓我們做變換 做處理 那在這裡其實有塞了一個小功能 就是截圖層KMZ的一個功能 那這個功能很好用 就是我們在 不同軟體間的交換就靠著一個人 那這個是他一個底圖 圖層的一個切換 那這邊則是 平常他會收進去做圖層的管理 那這邊就實際去操作一次示範一下 大家看 看說那目前這邊的一個做法是什麼 這裡點開來說他就會是登錄的部分 那只要用Google是FB其中一個 做第三方登錄其實就可以了 在我們在搜尋看完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就會 跑到不知道哪邊對不對 或者是跑到哪邊去滑掉了 這裡我們點選他的話 他就可以幫我們做視角的歸零 這個定位的功能點開之後啊 我們有時候點了之後 你會發現 好像沒東西對不對 那其實我們在顯示的比例上 他可能就會 因為他在比較邊邊 如果說我們把他放得更大的時候 他就會被擠到旁邊去 有時候就會被擠到看不見的地方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可以說放一下 螢幕顯示的比例 有時候我們的工具條 我是點一下點兩下 只要發現他好像旁掉了 可以變成這樣 定位的工具我們有用地址的模糊定位 或是我們業務的 比如說城市溪流 以及像這個省道去我們跟 交通單位合作 將他的一些 不同的道路 其實大家在新聞上可以看到 他的 講法是幾K加幾 那他的起重點 其實不容易查詢 那我們今年特別把 他作為我們的查訊圖資 納入我們的資料庫 做出這個東西 也方便大家去做使用 座標系統定位 我想在 地理這個科目 或者是常操作GIS的 夥伴應該都還蠻熟悉的 提供三個目前最常用的 坐標 國際使用GS84 台灣區域坐標使用TWD97 以及現在目前比較少人使用 或者是台灣早期 計算的TWD67 那目前是氣象局本身還有在做相關的一些使用 所以這三個最常用的坐標 都有操作 放在這邊讓大家使用 第一次定位就是今年新增加的一個功能 那麼這個功能呢 也就是在第2個作業裡面 會讓大家操作到 就是我們在外面 如果將這個範例檔 抓下來之後 那麼他其實 是可以 用他的一些呈現的方式 我們選擇檔案的話 如果選擇剛剛的一個範例檔 我們把他 弄進來之後 選擇完檔案 點擊他裡面資料 帶來的定位 他就可以幫我們定位到 選一個B圖 所以比較明顯 就會定位到這個位置 股價山莊 這個是 銀稅道等等 所以就這個是P次定位工具 也是今年新增加的部分 那我們要重新定位 我們就把舊的東西做清楚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以及說在第1號的部分 通常比較專業才會碰到這一塊 那有興趣也歡迎後續再跟我討論 或是詢問看看這邊的一些用處 那我們另外也有借接 模糊的地址搜尋 這是接國土車位中心的一個API 好那這一塊記錄就是說 我們有不同方式的一個定位跟操作 在這一邊接下來 則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工具組 輔助工具裡面要分了三項 一個是我們在地圖上面做操作作繪圖的輔助點 那他會有很多 開啟中心點 因為有中心點點一下 那他就會有不同的 處理方式 我們要打開他的 這個 5米 5米太小 5公里 好 5公里會不會有點太大 那這又可以當初說假設 這邊有一座核能電廠 核能電廠爆炸他的範圍還可以怎樣 所以說這個是快速的一個 定位跟輔助的不正 那以及說地圖的中心線 如果打開他做一個 保守的一個定位線 可以放在這裡 那以及我們如果有一些 其他的資料 像是ShitFile 或者是Canem 他其實可以從外部匯進來 我們進行套疊圖 那再把一些成果 藉由KMD的方式給轉換出去 那以及我們土地利用的查詢 假設我們點選某處 那他會在土地上面 去 哎呀 剛好這樣就直接點到食人土地 那就表示這個是有人的 那相關的土地也會再把它給 放大或者是做一個參考使用 還有呢 就是像一些話 我們畫扇形工具 我們畫土修全是溪流的影響範圍 以及我們今年新增加 我們借接了地震中心相關的一些地震資料庫 可以在 這個 畫面上 我們的資料上直接做查詢 點選之後 開啟重置 這個好像還不行 然後先查詢 那確認查詢之後他就會產生了這個資料 然後點選3D地震的話 就會帶到我們的跳出自視窗 然後去做系統上查詢 然後跟字圖 在等待的過程 不會來我們原本的畫面 那這邊當然就是他可以查詢的相關的一些資料跟呈現 待會 我們如果拉細一點他的每一個小東西就會分離開來 待會我們再看看會不會查詢成功 因為有時候他還是受限於效能的部分 跟有時候他如果卡住的話 那我們就需要重新去啟動那個功能 那除了地震以外我們針對地質調查所對於地質的一些專探資料 我們也有借接到相關的資料庫去做一個查詢 以及說我們也可以上傳自己的影像照片 上去做套疊跟對位 那在中間這裡幾乎都是分析型的一個工具 比如說我們可能會用到的 就是 很多像水滴指標 或是剛剛提的 直升差異指標 打開 那我們選擇 我們要的範圍 並且 去找一個影響率比較低的位置 那麼我們只要點選執行 位置可能比較大 位置把它稍微縮小 執行之後 那系統就自動幫我們去跑相關的一個計算 那其實對沒有操作過的人 或是我只想要體驗看看 或者說我很有興趣但是我沒有基礎 那其實我們在操作的時候是相對比較方便的 這個可能都需要 等待他一下把資料送回去 把送回去伺服器處理之後再送回來 那以這個範例來說 你就可以看到 神經濃圖 他在 這張影像 以這個指標來說 做出來的效果 他是怎麼樣 那在這邊我們再把圖力也把它打開 那這裡他就可以直接看到 這個是河川有落地 這邊值倍比較少 那這邊值倍他相對的是比較多 以這個指標的指數來去看 那這邊資料也都可以做下載 下去 我們可以重新再套到Google Earth上面 那這個是比較小型的 動態圖像 那有一些 屏股的圖 這個真的是 比較專業的才會用到 就是RGB之外他有不同的一個屏股波段 那以及在重新斷面的分析 就是在地表 假設我們一刀切下去 那這個地表的剖面拉出來看 然後就發現他我們會去看他的坡度 看他的 地表的相對高等等 以及說像高層他的一些陰影 我們都有借接到 地表 DEM 數值地表沒有寫下去做處理 而且等到先計算 還有災害的一個快速評估等等 所以這些很多分析工具分用力太多了 我先去選一個 可以作為 我們第3項作業的一個入門 那在這裡的是最後一個頁面 就是繪圖跟分析 繪圖跟分析這邊會主要說 假設我在這裡繪一個圖片 這個舊的都先把它取消掉 剛剛做的這個 我們先把它顯示不要公開 或是我們先把它Clear 有時候他的 他切換之後不會歸零 所以我們要計算大概做了什麼 我們繪圖可以會點 線面 這個是Share file的格式 我想大家應該都還蠻熟悉的 點選之後 在上面做操作 點兩下產生了 我們畫了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我們可以關閉 顯示 或者是針對他進行編輯 然後可以編輯他的透明度 編輯他相關的一些 操作跟選項 只是有時候他的位置會卡在一個 不好操作的地方 我們要把它換一下 字型的角度跟內容 後續再跟大家做介紹 那我們可以編輯 可以處理 編輯完之後 我們也可以做刪除 或者是不刪除 你可以藉由這邊下去做 匯入匯出 導到外部的 操作系統 進一步去做 列印的話比較少做 各位應該是比較不會碰到 那他是方便的一個工具 去讓我們 整個系統做完之後 假設這台電腦有連結到印表機 那我可以直接將他做成成果輸出 不是各位可以將他下載下來之後 那用離線列印傳送到 便利商店的方式 也是一個方法 你在這邊呢 這是去年 有稍微介紹過 或者說他是一個比較進階可以用 製作多個時期的GIF檔 但是如果在GIF檔 製作卡住的時候 或是GIF你發現 他有時候做會有缺 一些缺制或者我想要用做特殊的加工 那其實你可以將 每一張或者是關注的區域他獨立抓下來 那我可以利用 PPT的一些功能或者是一些 影像處理軟體 再去做成GIF 也有這兩種做法都可以操作 那最後則是有一些地圖查詢完之後 我想要做成離線圖 又想要保留圖片的坐標 可以利用這個功能 好那這邊是在 地圖的 輔助工具上的一些操作 那這裡則是有三種不同的視窗 就是我們單一的左邊視窗 或者是右邊視窗 這兩種 那以及說想像這個 同用版編織地圖 或者是我們用開放地理截圖的部分 他都有不同的資訊底圖可以做操作 那這個的模式則是 雙視窗 他會變成左右對應 點他一下 那麼中心點就是 這一邊跟這一邊 他是同樣的地區分兩個模式做顯示 你就會看到 這裡對應的就是這裡會有一個黑色框 黃色框 那還有呢 就是另外一種的顯示模式是有時候會看到 我們兩張圖疊在一起的 不是分開喔 是疊在一起 疊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會像是這個效果 通常我們會是做 不同的一個位置對比 或者是我們在看一些比較細緻的地方的時候 那我們可能會直接看他的位置 比較 然後是他這一條路線直接切過來 類似這樣一個做法 我們就回到我們的單視窗 那這一邊會有3D的形態 但是3D點下去之後他其實會比較吃你的 吃你的電腦效能跟網路 所以點完之後 你其實用滑鼠的中鍵他就可以已經是做成3D的部分 但各位的夥伴有沒有辦法跑我不確定 他就在上面就可以這樣 我們在一些圖層上 其實又 可以再額外下去做 就變成3D跟 資料上的一個呈現或者是轉換 我們在一些 偶傳資料水系 你就可以 用更立體的方式去看說 這個東西他的一個呈現 他的一個高度 還有他的一個對比性是什麼 不過前提是你電腦要撐得住 好那這個是其中的一個呈現方式 接下來我們就還是把它跳回來 原本的平面 那這個小東西 則是針對某一個小區域 他變成是一個3D的板塊模型 當然這個比較不常用一點 好那我們從2D3D切換回來之後 那其實你會發現 原本我們正北的一個 角度好像偏了 那我想要回復他的原始的視角怎麼辦 如果說剛剛我們用這個台灣視角的話有沒有辦法回復呢 點一下 發現沒辦法 他只能回復到範圍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那當然我們就設定了一個重設的按鈕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右上方這裡 這邊我們做了一個視角重設的一個按鈕 就是reset rotation 那他在這一邊指的方向就是正北方 點他一下他就會將我們的 北邊 跟我們原本地圖的方向做一個重設歸零的動作 好那這邊 剛剛示範的大概是左邊的一個操作功能區 然後我們滑鼠在椅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看到左下角的坐標跟高層 都會隨我們移動的方式做及時資訊的一個呈現 在右邊就是剛剛有稍微介紹過的 圖層 資料的一些管理 都會在這邊做操作 你可以針對圖層去做額外的一些設定 在這邊 剛剛的計算結果他還保留著 所以你就可以 做一些小小的設定 或者是找不到他在哪邊 可以點他的位置 就會 跑過去 哎呀 不過有點 打盪掉了 我們先回到 台灣 好 反正來說點 這個他應該會跑到這邊 但是 但是 他有的時候會卡住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再回到從這 回到我們的 起始畫面來說 那我們在剛剛介紹裡面 其實也有提到 隧道局自己做的host的地圖 而且我們目前有完成了部分地區 他的兩期host 以及 這邊就可以看到 我們 稍微拉一下 去做轉換 或者是我們切換到另外一個視窗好了 然後這一邊 給出來的 我們先把舊的東西先關掉 好那你就會看到這是我們做出來 我們強化他的立體特性的一個 一個底圖 當然他也可以放到3D的情況下 下去做 比較視覺化的一個 呈現 或者說我們當作要判斷的一個 圖形 那在這一邊 我們介紹完了 我們可以從這裡去 改我們的底圖圖資 從這裡可以去做我們的圖身管理 那這邊可以將他的資料抓成KMZ的檔案 假設說 點選 確定 能去選擇 你要的區域 左上角點一下之後放開滑鼠主鍵 那 拖拉丸在我們 預計要區的範圍 再點一下滑鼠主鍵 那他就會開始去做操作 那如果比例有稍微跑掉的話 可以點這個東西 他會 有一個說明的示範 給大家做參考 那正常我們選舉完範圍之後 那系統這邊就會開始去抓 哎呀 他有在 有些東西跑出 那在系統的後台呢 他就會去做 將這個地區截圖下來 那並且把它處理完 所有的 座標所有的圖形 就會下載下來 好 那像這邊他就已經下載完成了 就會是 這一個檔案 不過 這個時候開啟他應該跳不過去 所以 在 下一個 案例示範的影片中會再呈現給大家 好那這是我們最後就是回到說在這四個主要功能的部分 最重要的是這一個圖子搜尋 那我們先講其他三個 在基礎圖層裡面就如同剛剛所說有四個種類的一個圖層整理起來 核心圖層這裡有相關的一些相量資料可以方便的去做套疊 那他掏疊完之後 我們也可以在上面 去針對他每一個圖層下去做一些處理 比如說填滿的藍色 以及說他旁邊的線段我們做調整 調不同的一個粗細相關的透明度去調到最適合的比例 然後 其他的部分 像是衛星影像我們有整理的比較主題性的 一些比較大範圍的衛星影像都在放在這邊可以快速的先去做搜尋 那以及在航空照片 這個有針對比較高解析度 我們點他兩下到他的現場 以及說在當時有業務的一些需求 那他這個應該是有人飛機或者是比較大型的無人機去拍的 所以他的解析度會比衛星的來的更好一些些 那在 UAV空拍的部分 因為他是飛的最近 而且他飛的照片最多 所以說如果以台北來說 緊張這裡 點他兩下到現場 你就可以發現 他的解析度相對的更高一點 包括說我們的 小怪獸 不對這一台已經是很大的怪獸 那因為有些工程的施作我們 在任務的需要下 那我們有做這樣的一個紀錄 在正式影像這邊其實都看得到 那UAV裡面在這裡有個特別要提一下 就是在3D的模式 3D模式我們有套別的3D的一個模型 但是這個呢要搭配 這一個3D模式去做操作 而且讀取的時間可能需要一段 因此我們其實還有在下面放 另外一個形式的資料 在這裡 但是因為我們還沒有把它優化 所以暫時放在這邊 這裡是Content Capture的CC3D建模 那這邊的話 則是我們點選他之後 這邊我們再點他兩下 點他兩下 他會到達我們 或是說這個圖形的點的地方 這邊他會出現一個 小連結 這個連結點下去他會產生一個 點兩下 他會有一個彈出式的視窗 會連結到我們建好的網頁式的3D發布模型 那這個上面呢他就會呈現說我們用空拍機去建立 用其他的軟體 下去做建立 的一個模型 以剛剛的數字來說呢 是因為 有時候他的檔案跟放有太大 那以這個模型是當時時任北科大的 張國珍教授去協助 早期 這個都是很貴 超級貴的儀器 然後呢在整個集水區 或是我們業務需要的時候去 飛 整個集水區的一個模型 或者是業務範圍的一個模型 那這些模型建立成3D的 一個格式 然後放在上面做發布 那以我現在 確實他都還要需要讀取 還要花一些時間 但是在讀取完之後 他其實是 可以當作是 勝利其境 或者是針對 任務啊 現場 你要去看他的一些特徵啊 或者是情況 等等 你也可以看到像這些 有一些施工或者是沖刷雨季的部分 或者是我們為了 要保護或是有一些河街壁形 或是有一些治理 在洪水來 或是有一些保護的時候 或是在旁邊 這些 可能 崩塌地 然後他會不會再往下崩 我們在觀察跟記錄 這些資料 其實都可以做一些 有興趣的夥伴可以再來 嘗試跟尋找一下 這個有限關掉 好那這裡是我們的基礎塗層的一些資料 模式的分析是我們過去業務 跟我們系統上判式的一些成果 還有興趣的 可以再點選 因為他畢竟核心 或者說業務產出的數量 其實還都沒有到那麼多 或是各位其實不容易會使用到 在分析跟資訊 那這裡則是 我們這邊來源的資訊資料 做的一個簡單的匯者 或者是有些事件 我們當時有針對他的一個來源 或者是紀錄 做整理 會放在資訊匯者 那這最後則是圖資搜尋 這個功能呢 我們回到真正一下 這個功能是我們選擇完我們要搜尋的時間 先選擇我們要搜尋的範圍 搜尋完之後 這個計劃搜尋條件大家應該不會用到 點選這裡是其實會有計劃的列點 如果 不確定會找到什麼東西 或是你有想特別找的範圍 則可以從類別的選擇 這裡下去做選取 或者是做處理等等 好那我們依照預設的設定下去查詢 我們在2021年到今年目前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就可以等他系統上去做操作 那大家在 這個操作 就是我們手下的範圍跟條件完之後 他就會跑出這樣一個搜尋的結果 裡面會有很多不同的 應該說我們全部水保局 所有的平面照片 UAV 歷史影像 災害影像 全部都放在這邊去做查詢 比如說在空拍的部分 如果點選他的話 那我們又做一些縮小 其實可以從圖身管理裡面去看到這張圖 再點他兩下 他就是在這裡 他的解析度就會在更好一些些 或者是針對任務型的方式 有這些東西可以做參考 或是除了空拍影像以外 我們也有衛星影像 相關的 但是他解析度就稍微有點限制 那以及有一些航空照片 他可能是比較大台的飛機 但是他沒有做 還沒有做震射的一些處理 或者是說歷史影像 歷史影像的屬性比較特別 那就是他找到時候會跟我們剛剛 看模型一樣 他其實是有頂位 點他兩下之後 他會再跳出四次窗裡面帶到我們另外一個系統 那這個系統 他則是歷史災害的一個 普遍跟我們蒐集的一個紀錄庫 那這裡可以看到他相關的一些視角資料 這裡則是他的連結 那從連結這邊 點之後 其實就可以回到我們在這個系統裡面 或者說這個分享頁面 這裡 能夠做進一步的 應用啊 或者是核心的資料查詢等等 然後那這邊我們就把它關掉 除了這應該是全部 就是這個搜尋的功能可以搜尋到我們目前這裡所有的 衛星影像的類型 空拍影像的類型 空拍影像的資料 3D的模型 以及說我們在針對災害 歷史災害跟 大地記憶的一個收集 當然我們會優先以水土保持或者是工程的業務 來去做優先的收入 那然而在 應該說在坡地來說 這一些資料的完備 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在資料處理完之後 其實更進一步來說 屬於 佛家的公共財 盡量的讓他開放讓大家做使用 去了解說其實我們現在環境的現況是如何 以及說在過去不管是我們機關或是各個不同機關 其實一直有在做相關的一個努力 好那我們的圖資搜尋這裡就可以找到說 有關於這一些環境的變遷 歷史的一個資料都會從這邊做搜尋 好那在這裡我們再把他地圖匡群的資料給填折掉 好那這裡就是我們 簡單的再先帶大家說我們今年 做的一個首頁 首頁的資料以及目前我們土台 再重新帶說我們新的夥伴是不是 還沒有接觸過這個情況呢 他 不是讓各位可以快速的一個上手 那最後我們再看來一下 這個 這個跑掉了 看來剛剛那個沒有辦法 這個我們再看看他的故事地圖 好像跑得出來 那也是讓大家去重新 去習慣去了解一下說 我們現在 圖資跟相關的一些資料 大概是什麼情況 然後這邊 下載 好那剛剛的連結來說正常 稍微 原則上大概等個20秒 那因為他在裡面整合的資料會比較大 好那這時候就讀書完成了 那一樣是因為 圖形跟筆電縮放比例的關係 所以這邊我們去把它縮小一下 再縮小 那等他讀取完之後 在這個故事地圖 他的效果其實 我們可以整合相關的一些文字 相關的一些圖片 並且 他會 跟隨著 我們的背景的底圖 設定的分鏡 還有 我們的位置 搭配我們的影片 或者是圖片 我們可以設定不同的導覽點 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狀況 和不同的說明 套別的相關的圖片資料 像是崩塌地或是地址 敏感 虛位 然後再配上一些佐證資料 他其實作為一個 主題性的 蓄勢 蓄勢成果 他也有公開的連結可以做分享 那是提供給說各位同學 是能夠 只 快速的 用 網路的部分 去做一個 地理資訊系統的整合的呈現方式 那對於老師端來說 其實這個工具是 雖然他的上手有一些門檻 但是他可以讓你快速的跟學生是有一個具體的 但是又不用操作到太工程化的軟體 而能夠有一個 還不錯的成果 以及做好分享的連結跟公開等等 那所以這一邊 就是能夠做這些的一個應用 也做一個快速的瀏覽跟分享給大家 好 好 那麼下一段 那這個是BGIS他的一個目前的界面功能 還有我們簡單的介紹以及他目前的一個首頁 那後續 接著來 為各位做的就會是我們主要三個實作 門檻的一個操作 好 那麼大家現在就休息一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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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